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耶利米亚你看见什么 我回答 无花果 好得很好 坏得很坏 坏到不能吃 于是上主对我说 我上主 以色列的上帝 要把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 当作好无花果 宽待他们 我要特别看顾他们 带他们返回这块土地 我要建立他们 不是拆毁他们 我要栽培他们 不是拔除他们 我要使他们有信心 会承认我是上主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因为他们将一心一意归向我 至于犹大王西底家 以及他左右的官员 和残存的耶路撒冷人 无论是留在这里 或逃到埃及去的 我上主 要把他们当作 坏到不能吃的无花果 我要使他们遭遇大灾难 让万国的人看了都惊骇 在我流放他们的地方 被人讥笑讽刺戏弄和诅咒 我要用战争饥荒和瘟疫消灭他们 在我赐给他们和他们祖先的土地上 一个也不存留 在台湾农夫必须要将坏的果子 剔除掉 选好的果子 去包装才有卖相 而今天我们经文当中 有论到先知或说先见 那他们常常看见或听见神的启示 耶路撒冷看到一个异象 这异象就好像是一个图片 就是一个极好极坏的无花果 这画面不是真正的一幅油画 很可能就是神将这个图像 放在耶利米的头脑来成像所见 是要透过这个异象来论及 上帝要处理的方式 一般我们理解都会想象 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 应该是受到的待遇是比较差的 可是神借有好的无花果树 和坏的无花果树的图像 要先知了解这些被掳者 反倒是蒙耶和华眷顾 他们虽然是俘虏身处异乡 却不自沦为奴隶 后来还可以经营生意 甚至能有自己的居所 上帝要把被掳的犹大人 当成好无花果 建立栽植并且把他们领回 这些好的无花果树 有些更能够在巴比伦的官方中 畏惧要职 如同但以理就是其中之一 而另外坏的无花果 反倒是留在耶路撒冷 那群移民和西底加王 他们甚至想要来抵抗巴比伦王 他们没有反省 上帝正是要透过巴比伦王来审判他们 为何国破加王的原因 为何不知道要悔改 而好的无花果代表被掳自巴比伦去的犹大人 这不表示他们就是好国民 是因他们仍有敬畏神的心 所以神必照管他们 令他们归回故土 坏的无花果代表还留在犹大国 或是逃亡到埃及的人 他们自以为是 误以为留在犹大或逃亡到埃及 必蒙祝福 至于他们的想法相反 神能要借被掳的过程 自恋祂的百姓 保守看顾他们 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也不要以环境好坏来决定神的想法 要真实地来到神面前 谦卑自己领受圣灵来的启示 看到如同先知所看到的意象 明白神的心意的启示内容 知道神要如何保守我们 即便在最险峻的环境和人事 神能就看重那些愿意敬拜 亲近祂的子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